一节5号电池的重量是23.1克 二代Apple Pencil的重量是18克 一只小黄鸭的重量是11.2克 而博雅最新推出的手机麦克风 BY WM3T2比它们还要轻 WM3T2手机麦克风 应该是我们目前见过的最小的 最轻的一款手机麦克风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它的实际表现到底如何 我们先从外观来瞧一瞧 博雅 WM3T2发射段的重量 仅为8.5克 接收端为5克 两个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 总重量也才22克 外观造型上 这款麦克风采用了硬质塑料材质 黑色的磨砂外壳和金色的logo 整体造型设计比较简洁 发射端与接收端造型非常相似 三者都有指示灯 发射端会比接收端大上一些 发射端基本上和一节5号电池的尺寸差不多 但是比5号电池要轻很多 电池容量为95毫安时 官方宣称电池续航能够达到10小时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 无论是采访 Vlog拍摄 还是视频会议 都不会高强度地持续到十几个小时 所以这套麦克风应对常规的使用 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接收端的正反面没有任何按键 而这款麦克风比较独特的地方在于 接收端插进手机后就可以直接使用 免驱动 即插即用 发射端则需要点按开启 接收端与发射端在两秒之间即可完成配对 将发射端夹在10上 10也不会因此有任何垂坠 足可见它的轻巧 上到稳定器的时候也不会拿到稳定器的轴臂 在长时间录制时手机电量会有所损耗 在接收端占用了手机的充电口后 接收端底部的USB-C可以插上移动电源 在为接收端充电的同时也能为手机充电 并且支持QC2.0和PD2.0的快充协议 这点还是让我们感觉比较棒的 我们手上是适配安卓版本的USB-C接口版本 如果你购买的是Lightning接口的版本的话 也支持这一种充电策略 是的这就实现了使用USB-C线为苹果手机充电的效果 nice 现在的中高端手机都取消了3.5毫米的耳机接口 那我们也询问了博雅的客服 他告诉我们 接收端的USB-C接口并不支持USB-C转3.5毫米耳机的转接线 来做监听辅助 所以如果打算使用这款麦克风直接用于直播 并且有监听需求的话 还需要使用一个有3.5毫米耳机的接口手机来做直播 专业相机的性能和画质那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手机的画质也是越来越好了 我们也想知道 现在的你是更倾向于使用相机还是手机来做日常拍摄的记录呢 选手机的扣1选相机的扣2 那在收音品质方面呢 首先这个麦克风它的发射端是没有3.5的接口的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使用一些常见的里加麦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由手机的麦克风直接录制 以及加上了博雅这个麦克风录制的效果 看看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现在是直接使用 Realme K5 Pro 机内麦克风直接录制出来的声音 我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距离手机大概有1.5米 然后当我往后退 退到这里有3米的时候 3米的时候 这时候就体现出了手机视频录制在声音上的一个短板 还有随着距离的那个声音 那个音量会越来越小 当我往后退退到 这里大概已经有到4.5米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使用上了博雅WM3T2的手机麦克风 大家可以和之前手机机的麦克风 来录制的声音效果来做一下比对 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然后我现在所处的位置距离手机的距离大概有1.5米 当我往后退到3米或者是退到4.5米的时候 它并不会因为手机是固定机位拍摄 而当这个音源的距离拉开 那个音量会就会有所衰减 那这就非常适用于手机的直播带货 或者是远距离的录制拍摄 在使用了博雅的WM3T2以后 可以听到录制的声音更多的收入了佩戴发射端人物的话语 视频的观感会好一点 但是也能够比较明显的听出来 音频的高低频都被消掉了一些 所以会导致声音有点发闷 毕竟它的频率响应只有20Hz到16KHz 这个表现也是在我们的预想之中的 在这么小的体积下发声单元比较小 那么音质方面是肯定会有一定妥协的 直播主播们如果从手机机内的麦克风切换为这款麦克风 再也不用大声喊麦了 加上重量轻巧 就算是刘根红那样的运动幅度 麦克风也能够夹得紧 火雅官方标称这个麦克风在无障碍的情况下 有50米的传输距离 我们分别在背对和正对接收端的方向 来测试了它的传输距离表现 5米 1234 10米 1234 123 10米 2000年之后 60米 而在新一轮疫情的当下 它对于电脑的适配 也是能够应用在我们居家办公开会 以及上网课的时候的 使用这款麦克风来录制音频 能够避免很多尴尬的情况 博雅WM3T2 三支麦克风 总重量仅为22克 发射端极差极用 具备能够为手机充电 和长时间的续航特点 确实有很强的实用性 它非常适用于个人的Vlog记录和直播 而在新一波疫情的当下 它对于电脑的适配 也同样能够应用在居家办公会议和网课中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关于博雅的WM3T2 这款手机一托二的无线麦克风 全部的体验和测试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一定给我们多多的点赞 转发还有留言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哦 下期再见 拜拜